黄海波嫖娼被抓之后呢 我们新娱乐在线的记者 也是立刻来到了事发地 北京工业大学附近的一所酒店内 我们来看看前方记者 传回的最新报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是昨夜黄海波涉嫌嫖娼娼的酒店 目前呢酒店营业正常 我们询问工作人员呢 工作人员也是三天气狗 不敢说什么 黄海波的案发地点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酒店公寓 此前记者收到爆料照片 称黄海波经中介人介绍 在这家酒店开房 与一名女子进行了性交易 我问一下 昨天晚上是那个 黄海波在咱们这儿被抓住吗 我不知道这个不太清楚 您不知道是吗 咱们交班也没说这个 我们不会说的 我们不知道 那昨天晚上有警察来吗 这个我不知道 虽然酒店工作人员 不便透露任何案件的信息 但是记者在现场看到 整栋楼只有事发的房间 到现在仍然常亮 前有文章出轨 后有黄海波嫖娼 银品好男人正一个一个现出原形 形象上大打折扣 事业上也必定受到影响 自从两年前 黄海波因为永不磨灭的番号 获得上海电视节最佳男演员之后 他就鲜少在影视剧奖项上 有所斩获 好不容易等到2014年 咱们结婚吧 大获成功 原以为黄海波 在今年电视奖项上的 最佳男主角之位 已经坐稳了一半 可这么一来 很可能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新闻在线 北京才华报道